桃园中立成姓 董姓 男子魏 室友 两人因缺钱缴房租 前年1月跑到城之前工作的停车场 戴着头套 手持木棍 打伤于姓警卫还将他捆绑 得手3万元现金后逃逸 警方巡献将两人逮捕 各被一强盗罪判处8年2个月至6个月 监警调查 事前陈南洋庄寒暄 还跑到停车场和于姓管理员打高呼 实则勘察地形 直到当天凌晨凌晨3点多 两人戴着头套 拿着木棍敞入 先关灯后痛欧于一顿 抢走他皮包内2万7千元现金 以及管理室内的3千元 于遭抢后立刻报案 他公称 两名歹徒突然冲进来 先将电灯关掉后 就拿木棍敲他头 还拿胶带要封他嘴巴 双脚还被缠住 其中一人拆掉现场监视器 伸手进他口袋拿走皮包 隐约感觉其中一人和离职的陈南很相似 前几天还来打招呼 警方在现场遗留呈现捆绑状的胶带上 监视器上采集到陈董的指纹 陈公称 和董是打工认识的朋友 因为基欠房租才提议要去之前上班的地方强盗 董则说原本不答应 后来想就算借钱付房租 还是没有生活费 所以最后就同意作案 法院认定 陈董乘生业于南独自看守停车场时 持木棍打伤他 强盗生理时虽坎诚 但对于案发经过人必重就轻 不愿全盘拖出 男人有悔悟心意 各依期待凶 七强盗罪判处八年两个月 八年六个月 陈董两人没钱缴房租 净痛欧停车场警卫抢走三万元 各被判处八年两个月 八年六个月 是意图 因Gimage 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